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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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回到半决赛的下半场 现在比赛继续 刷一刷一束帮助口腔修护 感谢让爆梗脱口而出的云南白衣药 口腔护理品特约赞助播出 感谢各位客户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不知不觉也陪我们走了四年了 掌声有请杨丽 大家好 我是杨丽 帅啊 比赛真的压力很大 每天写段子 而且我发现人啊 真的是这样 你平时也不努力 但经常会在特别不恰当的时候突然努力起来 比如说我一写段子我想说 好想看书啊 我一个朋友也是 他会在等红灯的时候 突然醒悟跟我说 杨丽 别等了 一寸光阴一寸金啊 我说这大姐这过马路呢 你超什么急 你和阎王有个约会啊 就得抢这几秒 在阎王也喜欢年轻一点的 真的他不光珍惜时间 他还特别勇敢 我发现他过这么多年马路 他从来没有看过红绿灯 他都是看别人 他觉得别人能过 他也能过 所以他也不是怕死 他只是不想孤独地死 我懂 有一次我和他过马路 也是没有抬头 就那么直接过 然后这时候一辆车 咔起下车就停在我们脚边了 这个时候他说出了一句 我至今想起来都特别骄傲的话 他脱口而出 他说 刚才是谁戴的头 那样说 哇 他好有逻辑啊 他一下就知道 问题的源头出在哪里 他就知道出事了 该怪谁 后来呢 我也来说 脱口秀了吗 很久没跟他联系了 希望他还活着 就这两年呢 确实也尝试了一些 其他类型的工作 比如说 我还去客串了几部戏 然后 然后我发现 这些工作 特别不利于我说脱口秀 因为外边的演员 都长得太帅了 真的 你搞得我现在 根本不想说脱口秀 回来看到这些脱口秀演员 都特别不耐烦 你知道吗 连庞博跟我说话 我都爱搭不理的 我说 我说 这谁啊 好平庸的一个男人啊 真的 和帅哥一起工作 你知道 我演了几个戏以后 我才发现 我真的很佩服专业的演员 人都说 像我这种不专业的演员 入戏很难 我演过才知道 出戏更难 因为演员 看别人的眼神 都特别专注 你知道吗 经常是他刚跟我说 你好 然后我就 完了 他不会真喜欢上我了吧 回来以后 就不想干 就想演戏 跟导演说 导演我太爱演戏了 每天查不死 他们想就想演戏 你说我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戏痴啊 导演说 不是 你这就是常见的花痴 他说 看你对帅哥这个态度 透口秀都是别人写的吧 我现在 确实 性格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前两天 我跟一些演员朋友们吃饭嘛 然后有一个人就说 杨丽 你现在 有点油腻了 我想说 我没有 我啥也没干啊 就只不过他说 要敬我一杯酒 然后我就说 就干净啊 我说点啥 油腻吗 油腻就油腻吧 我也想开了 我要拥抱油腻 清新之日 约了别人 委屈了自己 油腻不光让自己很舒适 还让别人很难受啊 所以 所以我现在 每天没别的 就想变油腻 每天没事 就在家对着镜子许愿啊 说魔镜 魔镜 你说谁是世界上 最油腻的女人 不仅在动作上 在言谈举止和思想水平 这方面我也得跟上 所以现在 李淡阿成路 有什么酒局 我都不让他们去 我去 人家是替父从军 我是替哥参局 谁说女子不如男 到时候我就摇着一杯红酒水 这个刘大哥讲话 李太偏 来来来 坐在丽姐旁边 这个脱口秀啊 我擅长 想当年 姐在脱口秀大会 那也是叱咤风云 谁看了 不得说一个 这个 来 你看姐心盘这串 亮不亮 就像你的头顶一样 幽默吧我 我真的觉得 我这才真正的 我要是会这个 你说我在社会上 过得多好啊 所以我现在觉得 我就是不够油腻 等有一天 我真的油腻了 我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我干脆就直接改名 我不叫杨丽了 我就叫杨腻 腻腻 所以我最喜欢湖南的朋友们 因为他们现在 就叫我妮妮 妮妮你好 你嗨哦 然后我就 懂我 你知道我为了 练这个动作 看了多少食品吗 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 你知道他们的动作 真的好多哦 他们不光有 这个还有那种 就是那种 哎呀 哎呀 动作特别多 但你让人看得特别猫 我特别想教训 你说你给我老实点 你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看这首视频 你手机就会不自觉地 越拿越远 你知道 好像如果这样 他不小心 就是跳出来的话 你比较容易能躲开 你知道 然后你有的时候 看一会儿 你还要歇一会儿 说 哎呀 就是让人又爱又恨 欲罢不能 在现在这种作品 已经不多了 除了我的脱口秀 你知道 所以呢 希望大家没事 除了看油腻视频以外 也多看看我的脱口秀吧 谢谢大家 我是妮妮 谢谢妮妮 三 二 一 请锁票 妮妮 改名了以后就 我好勇敢 为什么突然间非要油腻呢 这个怎么这么挑战自己呢 这个追求实在没必要 我必须向各位 我得作证啊 杨毅在她的生活中 没有一秒钟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又怎么 没就是想多演一点 想挑战一下表演 其实是 花姐听着有共鸣吗 杨毅真的厉害的厉 就是讲生死的那一期 我朋友圈啊 就是刷屏了 对 好多是我们圈的女性啊 制片人啊 导演啊 就都转发那个 我觉得那个 那一期特别动人 嗯 就是我觉得杨毅现在 就是她 很自在 而且她 还挺让我震惊的 会挑战很多 完全不熟悉的 是 而且你刚刚在台上 那个演 那个 我就特别不想看见你那样 对 但是 对 我真的不难受 对 但是能够感受到你 她在想去表演 你是过瘾的 其实是吗 我就是觉得好玩 而且我今天这边 眼线一直在晕装 因为我一直在 这边的眼线一直在晕 就是因为比赛参加的次数多了 就是想演点不太一样的 要不然对自己来说 就是很无聊 嗯 你再刚刚都被腻起来了啊 对 因为尤其像 那杨毅这种 她就是 很多喜欢她的朋友 甚至有的朋友 据我所知 其实也不太看脱口秀大会 只看杨毅的东西 而且她很有可能 只想听杨毅说一些 就是她听惯了的东西 所以杨毅像做这样的突破 对自己 还是很挑战的 嗯 而且你这个话题 其实 我觉得应该很多男生 会去反省一下自己的 就有时候油腻 她是 不用不用 千万不要 我就是 不真的 因为我是这样 我们现在是捆绑营业嘛 就这个时候 就得拿那几个老哥们出来垫背啊 就是一滴油 可能挺油腻的 一锅油 也可以炒菜的 所以我们就是打算 油在一块 腻在一起 那你们那几个 你觉得谁最油 肯定是 不是那个 我觉得呀 那个 肯定就是我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就怎么说呢 它其实是一种小的 微表情和一种 所谓的自信 就是有时候 可能你对自己有误判 你才会让别人觉得油腻 帅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 它这个东西是好笑 但是同时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没有必要那么严肃的处理 但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自己是不是在生活中 工作中 与人接触当中 有一点点的过分的自信 而导致别人看上你 看你有一点点的油腻 所以这个 在大家听来 是有冒犯性的 是吗 不会不会 我不会觉得 我发过微博挺你的 我不会觉得被冒犯 但你们一说 我就会觉得 这个也有冒犯性 被你冒犯是一种荣幸 OK的 好 谢谢 爱你哦 爱你 那我解释一下 我真的里边 我这些稿子里 可能有些夸张 但我有一个 比较真心的情绪 我觉得大家保护自己 就是我觉得 可以以油制油 就是大家会说 比如说在社会上 吃饭 到社会科 说一些酒桌上的话 有时候 它就是一个最大公约数 它是不是有点假事 是不是有点油事 但是呢 它最简单 它最简单 你刚刚认识 初次见面 你给人家整一套 真心换真心 可能就给人家吓着了 有时候 就我知道莉莉的意思 就是社会一点啊 或者所谓有一点 就是对 大家先自己坚强起来 先自己能改变不了 别人先做到自己这个 好的 我们莉莉呢 是两个拍灯 两票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位挺进总决赛的演员是 请看 我觉得第三个进入总决赛的人 应该是童默男 然后豆豆也有可能 童默男几率应该会大一点 因为童默男的这一段 我觉得是他这一季以来 表现的最好的一段 恭喜童默男一百八十票进入总决赛 恭喜你 恭喜你 秘密联进入总决赛区 我觉得我基本上就呈现出来了 我想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个水平吧 我觉得后续还可以更好 但是由于考虑到前面是广致那么好的一场演出 所以我在后面的话能有这样的一个呈现 我觉得是挺不容易了 童默老师今天的劲使得是真足呀 童默老师今天就是把喜剧抡起来了 观众进入到他的节奏里边 他在那个世界里是无敌的 整场就非常差 杨丽的表现我觉得挺好 当然 托克秀这东西是看托克秀非常主观 跟听歌一样 你感动了或被打动了就是被打动 没打动就是没打动 不代表别人 只代表很个人化的这种 有些小梗和那个整个方向 我觉得是挺棒的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首次参加托克秀大会 就闯入半决赛的 应该是我们这一届最强的信员了 掌声有请 毛豆 真喜亮 大家好 我叫毛豆 我今年30岁 我这个身材很难让人相信我不油腻 其实我挺害怕在天花板舞台比赛的 我第一次来到这不像今天 它就是几根杠篮掉在上面的 太吓人了 尤其是最后那个肉食动物上来之后 我和花花随便一动 这层楼都开始花花了 给我瞎的 我说节目还没播呢 我一点名没有我这就踏房了 我踏房不要紧 搬个托克秀行业都在房里呢 在前采访还问我有信心能干掉谁 我当时只要牵着慌慌的手蹦两下 这托克秀行业就团灭了 第二天热搜第一条 脱口秀大会 胖子杀缝了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个推武军人 但是今天就不讲当兵的了 今天就是聊聊爱情 真的我这个体型 可能就和浪漫爱情这四个字没有什么关系 您像就像韩剧林那些桥段 翘原里女主抱着一罗树 转角的时候装在了男主怀里 然后镜头在空中旋转 两个人慎情对视 他幸会装的是男主啊 他要装的是我在空中旋转的 就不是镜头了 女主落地楼梦了 我说刚才装着什么了 是撤吗 剧本不说最后一集被射窗吗 但这种情况生活中很少处现 因为转角的时候啊 我转角的时候 一般肚子比我现在处了 不过了 不过了 很多人觉得胖子不好找对象 但其实我也是有对象的 他叫小燕 他身材能比我好一点吧 比我能庆个三斤五斤的 我觉得女生胖点挺好的 我俩第一次见面都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第一次见面都是咖啡馆啊 树垫 我俩第一次见面是农貌市场 那天下着灵性的小雨 我们俩不约儿童 看上的同一只筑前肘 当我们三只手碰到一块的那一刹那 三只肘 我心动了 诸如摊的灯光 映着他痛红的脸 我也秀涩的和他大扇 我说姑娘 你也铁球镖啊 他说铁什么球镖 这就是零食 就那颗我感觉这不是普通的肘子 这是丘比特的前肘 这一肘子直接打在我左心房里了 我恋爱了 我俩另一种东西 刚走出去没两步 雨下大了 我们赶快找小亭子避雨 就像那首歌 就是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而是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但是我发现我片面了 就我俩这个体型 根本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屋檐下 甚至我和我的肚子 都不能同时呆在屋檐里 能挡住我俩的只能是大棚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而是与他躲过雨的大棚 真的就我俩这个身材 就别的情侣 互相依偎在沙发上 披着毛毯 看电影就感觉 哇 好温馨 哇 真浪漫 你看我们俩就感觉 哇 这个沙发质量真好 他也经常给我展现他的幽默感 有时候早上起床 我叫他吃饭 大家跟我撒娇 嗯 哥哥 你给我帮我到沙发上去吧 我说咱俩你严肃一点 咱俩这种体型 不要开这种玩笑 我说崩满 崩满 我就要你给我包到沙发上 我说家长们在这等着 我把沙发包过来好不好 我俩很少拥抱 不是感情不好 是难度太大 我俩抱在一起 这个时候就显得手特别短 就像两只霸王龙一样 我最多才能够着他肩膀 他最多就能拔着我胳膊 邻居老远也看 这哥俩在刀边玩蒙古睡觉呢 不过邻居讲啥我俩也不在乎 就毕竟我俩都很大肚 其实我讲到这混蛋的人会听着不舒服 就感觉像我一直在吐槽小言一样 其实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啥样 最后我想说 其实你们不了解他 他这个女生啊 他是我幻想出来的 他不存在 胖子确实不好找对象 一直以来在沙发上看电影的都是我自己 早上起床的也是我自己 但是其实我心底里还是很向往这种情节的 但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减肥 所以我在这保证 明年我要减到220斤以下 否则透过休大会我都不上了 小言你不用解 你就在农牧市场等着我 谢谢他下午就毛豆 谢谢毛豆 三 二 一 请锁票 no 怎么是我一块 真的吗 损失4票而已吧 毛豆很可爱啊 他上台一擦汗就已经大家笑了 说明他已经很成功了 有观众缘了 对 有观众缘了 但这个问题就是有观 就每个人都一样 一旦有开始有观众缘了 期待就高了 是吗 嗯 在这个年纪承受了不该走的饭量 哇 好吧 然后 其实毛豆 你觉得今天说的怎么样 不行 不行讲的不行 你这幻想是说口秀还行啊 我们都信了呀 谢谢 你写的时候会自己对这个文本没那么有信心吗 对对对 确实没什么有信心 咋个呢 就是感觉一开始就想写当病的事 后来写一般感觉老蒋当病的不好又改了 改了之后发现改的又不太好 就犹豫了哈 对对对对对 我是感觉到你在上面讲的有一点点 不像你以前那么自在 就是大老师肯定有记忆 就他只要擦汗啊 都擦在那个 包袱那个 对 就一垢结上 对对对 感觉他刚擦汗都有点那个 就是真擦汗的 是真有点紧张的 没事 半决赛 紧张很正常 我们花姐之前看过毛豆 刚刚就在想 就是你看我作为演员 我觉得我们演戏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让人哭对我而言 不是那么难 但我觉得让人笑真的挺了不起的 而且特别难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跨界 对不对 就是 对毛豆还上着班呢 对 就是这个勇气你就比我强 因为我曾经有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曾经演过一小品 就是那个为数不多的那几个叫包袱吧 就演的时候一个都没想 就慌了 对 就不敢碰 其实我跟玛丽拍电影 她是很好的演员 虽然不只是个很好的喜剧演员 她就跟我说 小孩你没问题 但是一直就不敢碰 就我觉得是还是对这个东西 有一种很强烈的敬畏 所以能站在台上讲这个勇气 我就觉得很了不起 谢谢 谢谢 上回我正好出门的时候碰见她了 她说她前一阵一直在磨练 然后上回刚回去上班去是吧 对 那回去时候 你那帮同事都玩命夸你吗 没 主要是这把请假好请了 是吧 那他们没担心你辞职什么的吗 没有 还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刚给我家 我看就要淘汰了 估计 没有 今天现场反正效果也很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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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你为什么突然感觉说的你要淘汰似的 我 我看 我看这票 就我解释一下 我只觉得跟可能你的自己的之前的表演比的话 可能今天的节奏感没有像之前那么的自如和流畅 但是整体来说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你在台上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喜剧效果 对 这个就有点像至剩的这种感觉 但是 那个方面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 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印记和他的那个特质 我觉得这次应该他第一次来吧 对 所以啊 我觉得你是现场最有资本的选手 那未来几年 只要咱节目还在 我觉得你可以常来的 现场观众我感觉大家很喜欢他 对啊 很喜欢啊 我只是跟你说 你可能是被我说的 我就说我看你稍微有一点那个 但是这很正常 你已经到半决赛了 而且之前一直在天花板 应该也见证了很多所谓的前辈 在这个舞台上慌得一塌糊涂吧 对吧 这个 这不就是很正常的事吗 对吧 很正常 没事的 对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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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 其实创作是挺难的一件事 他 因为他之前写的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 对 这个可能写的突然没那么熟悉 人家不自信 因为你本身也不用怕什么被什么现实磨去棱角 你本来就是圆的 对不对 然后 这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于 我觉得毛豆 因为我已经成为你粉丝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都没听出来哪儿不好 我没有听出来今天跟你之前有什么区别 就是因为你上台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说什么都有一股让我觉得特别 就由衷想听他说 喜庆 对 就是因为你特别吸引我 所以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从我这来说 我觉得 我觉得你还是有机会能进组决赛的 谢谢 不要放弃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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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毛豆目前一票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进入总决赛的是 毛豆吧 我也觉得毛豆 其实我有点替毛豆捏把汗 我当时是想很有可能应该是杨丽或者是肉食 我觉得第四个进的其实有可能就是毛豆 然后也有可能是杨丽 因为他们两个讲的东西风格很不一样嘛 也看今天的观众对于这两种风格的一个评判 从效果上我觉得也应该是从他们两个中间产生 我觉得毛豆的几率很大了 因为他的现场效果很好 你看 你看 我们恭喜毛豆166票进入总决赛 我都感觉又好 他很好 我都讲很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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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我真的我没我以为我会被淘汰了 我不是就是又又又有点蒙又有点蒙又有点不敢相信 都不到不至于不敢相信 就是我觉得我没那么好 结果大家又又又又给我这么高的反馈 下面这一位应该是唯一一位只要参赛 每年都能闯进总决赛的朋友 不知今年如何 掌声有请胡安 好 好 长五分钟好不好 真的 你们这样我都心慌 你知道吗 节目播到现在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上热搜 太害怕了 前两天我一睁眼 又一堆人微波上爱妥 我现在这又咋了 结果一条热搜叫 小浣熊头卡榨栏 被救时吓尿了 还要问我说 你不好要写稿卡榨栏里干什么 现在真的写稿太难了 我之前是做人工智能的 我还试图写过一个人工智能的程序 让他写段子 就那小半年 别人都在写段子 就我在写程序 别人说 胡安你珍惜时间赶紧写段子吧 我说你还是珍惜珍惜 你能写段子的时间吧 那时候别人问我 我说你咱忙啥 我说叔叔 吓死你 智能喜剧 我当时还跟自己说说 霍兰 你将来一定是聪明死的 那时候我都有种使命感 我说我要站在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 无怨无悔 最后整了半年 啥也没弄出来 他们说我站在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 装神弄鬼 现在人工智能就是这样 就总给你提供便利 但惹你生一肚子气 那酒店那个送餐机器人不就是吗 说送到房门口了 你就再往前走两步呗 不得 离那个门口贼远 我要拿那个餐 我就得一脚抵着这个门 一手在够那个饭 就这个优美程度 都不输语生节旋 我经常脚一个没底住 就穿这个短裤跟机器人站一起了 他还一直喊 喜欢我就喝我合影吧 一直喊 喜欢我就喝一喝影 我说你憋下了 你再喊喜欢我的 就出来跟我合影了 现在那个短视频不也是吗 猜你一欢 其实也是人工智能 在晚上不容易生气 但是容易上瘾啊 很多时候他不猜我还不喜欢 一猜我看他还真欢喜 我喜欢 可喜欢在上面学知识了 那上面那个知识就是 既深奥又肤浅 他教我掉进黑洞后 应该怎么办 我说真掉进黑洞之后 那刷短视频 那跟不刷短视频 那有什么区别啊 他教我什么 如何拦截小行星 我说这人工智能 真巧得起我 我现在都得 抑制自己那个求职欲 跟自己说 再学五分钟 就五分钟 十分钟 我说十分钟到了 再学半小时 就半小时 半小时之后说 哎呀我跟人工智能 叫什么劲呢 撒开来学吧 在短视频的知识里 遨有15秒一个小知识 15秒一个小知识 用完整的时间 学到了一堆随便化的知识 我学的是杂 当我爸呢 是学的是精 就我爸经常 在各种APP看我的消息 现在他那个首页推送 全是我 在他的眼里 我就是国内顶流 全世界一天就俩事 查尔斯王子登机 跟忽兰投卡栅栏里了 所以说我跟他倚出去 他看见说没人认识 我都很诧异 他说你们不认识我儿子吗 你们是不看手机吗 我说爸 他们只是不看你的手机 而且现在人工智能 就根据在朋友圈 根据你的消费能力 给我推广告 什么小额贷款 不用花钱的小游戏 我气得 我说我在大数据眼里 就这样吗 点击投诉广告 选择选项 感觉被冒犯 也会给我推 那个贼贵贼贵 那种豪车名表的广告 我说这是大数据在鼓励我吗 他说不是 大数据算错了 点击投诉广告 选择选项 感觉被冒犯 没啥优点 就是容易被冒犯 经常我不让你们看不见 在那个豪车的广告下面 还有朋友同事 经常点赞留言 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凭什么 他也能看到这条广告 后来想明白了 可能就是这些奢侈品牌 给目标客户 投完广告之后 还剩点钱 然后说 要不然让这些 买不起的朋友们 也开开眼 还总有朋友说什么 这些软件 兼听手机 没有 大数据足够了 咱没那么重要 你以为谍战电影呢 一堆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 兼听你两周 动用各种机器 分析了你一万句话 最后说 报告 要给这人提送 一块五两个的混账 人工智能会算数 对吧 但是也会算账 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我也没那么重要 我时间也没这么重要 就爱刷就刷 对吧 毕竟我省下那个时间 我都净站在石子路口 装神弄鬼 谢谢大家 我回来 谢谢 回谈 三 二 一 请锁票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自己感觉怎么样 还行 小焕雄 郑军老师很喜欢胡兰 我觉得之前也看过 他也讲高科技 对 他今天实说是 我有点失望 因为我期待这么好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 还对他有期待 未来 我觉得他其实是 还是挺有想法的 有那智商的 但是那个就是 今天这个没挖掘好 我觉得那个笑点 没挖掘到位 但是他其实那方向 是有趣的 我替 我替胡兰说一句 也包括他们 其实是几乎所有人 这智商呢 没挖越好 是有点就挖伤了 挖得有点太狠了 尤其是 胡兰这种 那个陪我们 走的年头长的朋友 而且尤其是 连他这么性格坚韧 也已经被 伤着了 因为那个 胡兰每回 其实写的 写的这些稿吧 它涉及的面 特别多 因为胡兰 学时稿写的有水平 有时候呢 我听不懂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就是因为会写一些 财经类的 你听不懂很正常 听不懂很正常 对对对 因为我都不管钱 财经类的 你听不懂是好事吧 我不就是听懂了吗 对对对 你听懂这玩意干啥 我之前就看微博 咱们前几期 出了一个笑话 是谐音梗嘛 然后我们都因为 谐音梗来着乐嘛 然后说 大政委就是没文化 他不懂 人家忽兰 那不叫谐音梗 人家叫双关羽 他不懂 我怎么不懂双关羽 我爸喜欢关羽 我买两个双关羽 对不对 两个关羽 把它一起拜 双关羽我怎么不懂 我都怀疑你 每次来 是不是写梗了你 我没有 你这都存在哪 把包子都掏出来了 我瞎说 我只想说的 最后再出一个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忽兰 今天说的有点那个 沉 然后只想戴起来点 然后因为在我心目中 有个慈心 我能说一个慈心吗 就是因为 这些年各种 我认为特别厉害的人 都当过敌 然后我特别期望 忽兰能当冠军 今天这回吧 我就捏了一把汗 但是我觉得忽兰 进总决赛 应该没问题 而且我特别想 跟各位说一个 咱们有时候吧 比如说效果差一点 或者怎么样 老说今天我说的 我想说的话 就是 但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吧 就有时候 管用的东西啊 还是在管用的时候 拿出来 当然 当然 尤其到后边 这种看劫的时候 走你啊 同学们 是不是 走起来啊 好 好 你只有得争第一啊 因为忽兰 你老说你是第一 然后他又爱争第一 我真心地希望 你能是第一 谢谢你 我特别喜欢忽兰啊 我觉得他一直挖自己 挖得挺狠的 就是他每次讲的那个东西 其实都挺足的 对 他刚刚说那个 我还挺有感受的 就是他说 他爸上网 就是我卖了这样 他就以为 他天天看到新闻都是我 我觉得他是那种 在才能上 或是精力上 已经不需要再证明自己的人了 所以好运嘛 Good luck 特别好 加油 好嘞 谢谢你 好 目前是两票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位 进入总决赛的演员是谁 忽兰 他虽然是受到毛豆一些影响 但你 现场跳过也不差 第五个进的应该是杨丽 因为 在这样一场演出里面 他的视角仍然是独特的 他的内容仍然是很不一样的 忽兰演完 我觉得就应该是忽兰晋级吧 他站在台上 你就给人感觉是 无论他讲多么小的事 或者说他讲多么平常 多么平凡的话题 忽兰总能给你找到一些新的角度 他的每一个角度都不落俗套 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真的不好说 我觉得这都有可能 不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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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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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稿就觉得 哎呀这个怎么办呢 当然了能晋级就是好事 后来老师 我从头到尾都觉得 他是最稳定的人 就是大家都像在挖钻石一样 后来老师是最有可能 挖手最大的核钻石的人 后来老师他的深度 和他的挖掘能力 都是最强的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 不知道今天还讲不讲 射死脱口秀吧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也是在上海租房住 租房很麻烦 因为要去看很多房子 有时候上一个租客还没有搬走 我进去就要强装镇定 像一个视察的领导 说 啊 闺门好用吗 啊 卫生间水压正常吗 行行 好住就行 你住吧 啊 我租不起 但所有的房子啊 你不到真住进去的时候 都发现不了他的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的房子 住进去才发现 每天下午两点呢 都有成群的小孩 在下面玩闹 喊叫 谁能想到我花几千块在城市 竟然能租到孩儿警方 刚租好房子的时候 我有很多憧憬 看了很多家装视频 标题都是 打工人一千块 报改老婆小 就是里面有一个人 拿着刷子 二倍速 这儿搓搓那儿搓搓 家就变漂亮了 但我自己尝试了才发现 我不想拥有他的房子 我只想拥有他的工作 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 回家不想躺着 竟然还有力气刷墙 我就想这个博主 这么热爱生活 他一定很不热爱工作吧 为什么我回家 就只想刷短视频呢 同样都是刷 人家下班刷墙 啊 刷完了 开心 我刷短视频 啊 刷完了 想死 租房也免不了要搬家 我也是自己找搬家公司搬 没有交朋友 因为只要你找朋友 帮过这种忙 就会知道 还是搬家公司比较便宜 但就怕遇到那种 不正规的公司 当时我和师傅 订好价格就开始搬 我也帮着搬 东西不是很多嘛 就很顺利 直到师傅抱着我的 最后一件东西 站在楼梯口 说好累啊 能不能加一百块 当时我看到 豆大的汗珠 师傅头上一个都没有 但我就有点害怕 因为师傅知道 我家住哪 那一刻我就想 马上搬家 但我搬家 还得再找一个 搬家公司 我就希望 我能长得高一点 壮一点 这样我就可以 毫无畏惧地跟他说 你累了吗 你好猜啊 然后我就接过箱子 背起师傅一起上楼 我就好希望遇到那种 坐地减价的搬家公司啊 就是你这个箱子 虽然大 但特别轻 要不要给你减一百块钱 就是你一个人住 害怕是吧 我把眼睛蒙上给你搬 我也知道 有时候我是过于谨慎 起人忧天了 我白天出门之前 就把窗帘都拉住 晚上进小区 就把耳机摘下来 听周围的动静 收到快递 要先把信息涂黑 开关门都十分迅速 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特工 虽然没有很多本护照 也没有一箱现金 但行为极其神秘 就是我的代号 现在是张先生 街头暗宇是放门口就好 我还会在阳台上挂男士衣服 门口放男士拖鞋 总之要想保障安全呢 要么假装我是一个男人 要么假装我有男朋友 我就很羡慕男生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男人 顶多需要假装自己 没有男朋友 当然常年挂着男生的衣服呢 我自己也会试着穿一下 就真的很宽松 很舒服 有一次邻居就问我说 为什么总见你穿男朋友的衣服 但从没见过你男朋友 我就需要一个机智的回答 我说啊 因为我男朋友进去了 我公安局的亲戚抓的 这句话就包含很多信息 第一 我男朋友不好惹 第二 我在公安局有亲戚 第三 我连男朋友都弄进去了 说明最不好惹的 其实是我 所以为了安全呢 我现在交朋友也很功利 只结交25到30岁的精壮小伙 就是如果谁能正好穿上 我放在门口的鞋 谁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小北听完我的处境 义愤填膺 说一定要帮助我 就是愿意给我两双她的旧鞋 可能这就是脱口秀演员吧 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瞎幽默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谢谢鸟鸟 三 二 一 请算票 鸟鸟 鸟鸟鸟的风格 我觉得鸟鸟的风格 其实像个rapper 他如果说唱 我觉得会更火 啊 因为 mongo rap 因为其实他有点那个 其实是 他很犀利的 有点像rapper那种风格 但是可笑这个事 不是特别强 但是我还挺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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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他那种劲吧 就冷冷的 也挺可爱的 我挺欣赏的 就劲很足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去说 说唱没准 比这个太火 考虑过吗 鸟儿 啊 那我 AKA Bird 从rapper来讲 他够real real 对 keep real real bird real world 今天依然有很多 很棒的那些 包袱孩儿景房 是吧 然后还是 男朋友 哦 就是很犀利 而且因为可能女生吧 听到这个话题 还有点共鸣 更感同身手 女孩儿好像都会干过 自己收快递 写个宋先生 什么这种的 对 所以还有这个感受 而且他刚刚那个 男朋友那儿 我觉得挺好笑的 我也觉得 那你为啥刚才不投票 你老问这种尴尬的问题 干嘛呢 他说的这个 其实是让 可能很多女生 会更有共鸣 对 然后我看过一些 类似的 不是说你跟他们的意思 我是说就是 有这样特别独特风格的 就是女生的 脱口秀演员 在国外里也有 就是真的是 完全不需要迎合观众 而是你把观众 带入到你的语境 你的状态 你的节奏 就算他语气 就是很平缓 然后音调很低沉 也是一种表演 我觉得这个特别成功 就是让别人都吸引到 你的身上 所以很有风格 特别好 好的 鸟鸟目前是三票 让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位晋级总决赛的演员是 鸟鸟进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现场的观众都听进去了 鸟鸟跟杨丽都有可能晋级 其实他们两个的 现场效果也差不多 而且都是一些女性视角 而且都是一些女性视角 这是什么呢 鸟鸟进入总决赛 恭喜 鸟鸟进入总决赛 大不了准备主战感言了 厉害厉害 能够走到总决赛 我觉得鸟鸟太厉害了 就是一个纯文本的选手 在需要观众投票的比赛中 能够走到总决赛 她的文本至少比别人要强一个dance 才能把表演补回来 鸟鸟其实挺特别的 她是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的这种 女性的脱口秀 很有那种她自己的独特视角 也很有力量 我是对这个稿子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然后我就是想把它演得尽量好一点 嗯 我其实没有想到我能晋级 就是我当时也非常吃惊 就是我有点不敢相信他们投票给了我 其实我现在也在琢磨到底是为什么 Dance Hall 就是我的天化 李恩爱 是我的天错 有点缺 Den 就是一个是 dance Hall 就是我 来 谢谢大家要上场的五年来 从未缺席过半决赛 掌声有请 庞博 半决赛了 又是一年半决赛 又是一年半决赛 大家好 我是庞博 大家好 我是庞博 大家好 我是庞博 我第一次来参加说明 他是真热爱这个脱口秀 觉得很棒 因为他有这个自信 他也有这个实力 今年是大家水平非常接近的一年 老朋友也没有掉队 新朋友也赶上来了 大家是相对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 而且我觉得今年是百花齐放的 各种的表演风格 你明显能感觉到忽兰 跟痘痘是很不一样的 邱瑞跟孟川 甚至都是文文很简洁 也很不一样 我就觉得大家的特色更鲜明 也都找到了自己的那个 在台上的人物跟状态 所以对我的压力还是更大了一些 但是这也是我能一直往前走的动力吧 大家好我是庞博 庞博 所以就是多练习 大量的练习 让自己一直保持在 没有远离过舞台的这么一个状态下是最好的 庞博就是耐力太强了 因为他有一种运动员精神 他连助上了五年节目 然后还有素材这件事就很强 庞博就是一直都很稳 对 而且他还不是得过脱口球大王吗 他就很自然而然 就是一直在分享 一直在传递 很厉害 冠军赛 就是 相信我的观众 相信 我的段落 相信我的舞台 相信我自己 大家好我是MPO 我们这段时间都一直住在同一个酒店 每天就在屋里写段子 写到凌晨 那前两天 凌晨四五点 我刚躺下 楼上光光找我天花板 特别吵 我说谁呀这么没有素质 难道是要跟我比赛的这帮演员 不是 仔细一听是有人在结婚 酒店把它弄成了那个婚房 有人来接亲 我就想上楼理论一下 我刚推开门还没来得及说话 对方看着我 哎 磅礴 那那婚礼摄像 咔就转过来了 还有人在那怯怯思语说 人家这个接亲怎么还有神秘嘉宾呢 我能怎么办对吧 我就只能 恭喜恭喜恭喜 百年好喝百年好喝 早晨五点半啊 被摁着讲了三个段子 从来没有这么早搞笑过 说出来都难以置信 帮新郎解了一道数学题 跳了两块指牙板 我觉得人家这么客气 咱也要周到对吧 临走我连分子都随了 那是 问我说 说您是那个男方的还是女方的 我说你下方的 那是 我发现一个事儿其实 在他们刚认出我的时候 我还是挺想跟他们讲讲道理的 但是摄像机开始拍我之后 我发现我没办法讲道理了 我第一个想法是 我今天好像没有做发型 我就只能恭喜 不然第二天我就会出现在一条视频里面 是吧 透过秀演员 磅礴 蓄意破坏 他人婚礼 而且一个梗都没有 纯破坏 咋回事啊 行业里已经没有家庭 给你能破坏了 我发现 这就是摄像头的威力 现在就是什么拍照 录像 太方便了 我小时候拍照是一个 很隆重的事情 我们那时候还在用那种 胶卷的相机 拍个照要准备半天 我在那 好了吗 好了吗 还没好 怎么回事 永远能拍到最丑的那个瞬间 是吧 而且拍完 送到专门的地方洗出来 拿到照片之后 两个礼拜了 我去过这个地方吗 管为什么大家都很开心 只有我是这样呢 所以像我这个年纪的朋友 我们小时候都拍过那种艺术照 这点一个眉心 点一个红点 每个小朋友都像被人瞄准一样 我那一套就两个造型 一个小超人 一个小公主 没有办法 照相馆买一送一 不然谁想拍小超人呢 但是我很庆幸 我很庆幸 因为就是因为拍照不方便 所以我能留下的那种 不堪回首的历史 是非常有限的 你像我老婆第一次去我家 我妈跟她讲我小时候的事 说我小时候跟家里边的狗 抢火腿肠吃 没抢过狗 让狗摁地上一顿打 我不可能承认 我说没有这回事 狗想承认 狗不会说话 然后这个事就过去了 关键是这个事就过去了 因为你没有证据 你能想象我是现在的小朋友吗 我妈说我跟狗抢火腿肠 我说没有这事 我妈说你看 抢火腿肠没抢过 小玩具也没抢过 狗在边上 感谢现代科技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 你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记录下来 而且互联网的记性 真的有点太好了 有些事我自己已经忘记了 总有人记得 QQ空间 微博 网盘 人人网 时不时弹出来一个历史上的今天 我甚至觉得这个功能应该改个名字 就叫过去的我有多蠢 你已经忘记了 时不时提醒你 我三岁的时候跟狗抢过火腿肠 我高中的时候拍过这样的大头贴 我十年前是这个人的粉丝 谁呀 不能说 我说了之后 你连我的名字都搜不到了 现在有很多明星随便干点什么都会被拍下来 但其实大家想一想 现在的小朋友 他们中间总会有人成为他们这一代人的崔健 林一连 李宗盛 在台上唱尽世间百态 唱尽人间悲苦 唱到每一个20后的新坎里面去 结束之后 观众久久不愿离去 拿出手机 说我准备发个朋友圈 是吧 刷到四十年前的今天 五岁的崔健在唱孤勇者 你再一划 他在那学猫叫 在那海草海草 说崔大哥 你会的这么多 很难再说自己一无所有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生活在别人的注视之下 别人的观察之下 大家就像是放大镜下的蚂蚁一样 等你看清楚了 蚂蚁也就被烧死了 当然啊 旁边还会有不明真相的围观蚂蚁 还在起哄 我说快看 他火了 他火了 谢谢大家 谢谢盘伯 三 二 一 清索票 这好多点都特别来劲啊 推荐唱群猫叫 是可以 可以 可以想象了 可以吗 我把你去猫叫 一二三四五的去猫叫 也是够来劲的 我觉得这一季啊 就庞博他上来 就是他带着那股 就让他觉得心相容的劲 从老一辈吧 显得特别矫情 但是确实有这光辉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错 了不起 不错 庞博一直就特别稳 对 又帅又稳 这还是帅 他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崔健那段我觉得挺逗的 是 小时候您拍过那种 拍过 那个我也特别一下就想到我那张照片 您那时候要穿什么就是孤定的衣服 我女孩的那个白衬衫 然后画的那么小 画的妆特别的浓 就是我那个烟熏妆 小时候画烟熏啊 对 下来提海盗啊 没有 就是烟熏妆 然后举个小奖杯 然后大红唇 就特别重的那个妆 也有小红脸 而且家里来亲戚 家长还特别愿意拿那个给别人看 说你看你小时候这个 那没有 没有 那妈妈还是不错 我觉得庞博 就挺稳定 在她水平之上吧 正常发挥吧 但是我其实对她可能期待更高一点 因为之前的演出 不是因为举例 崔健没举年 没有 跟这个保证没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崔健在我心目中 那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有点不高兴 我所以没拍 但没事 其实我觉得 演的在你水准之上 但是我其实 就很主观 我对她的 还有期待可能更高一点 她应该更厉害一点 我觉得我是最后才拍的 因为就是整体 她这个特别完整 很流畅 而且我应该是你的福星嘛 我记得 五年前第一季的时候 那个当年我还没有什么工作 有幸来到这个节目 参加过一次 当时我还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那是 后来你就冠军了嘛 所以我觉得你的心态是最好的 是是是 她不缺这些 她就是很自然地表达自己 所以非常棒 就是好运呗 特别好 喜欢你的表演 谢谢 好的 目前是四票 我们来看一下 仅剩两个席位 肯定是庞博 第七个 已经投完票了 你们现在喊什么是没有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七位 将要晋级总决赛的朋友 我其实不太紧张 就是都有可能 这篇稿子大概就是70分左右 然后我的表演没有让他减分 我就没有什么遗憾 庞博了 肯定是 现场观众很难不被庞博征服 我都被他征服了 肯定是庞博晋级了 他那个无论现场效果 还是作品的完成度 稿子的完成度 都是最高的 庞博他只要站在台上 就谁都打不过他那种感觉 恭喜庞博173票 晋级总决赛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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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扶喊大朋友 呵呵呵 哭得拋怨 哭得拋怨 干吧 干吧 哎呀 庞博这种长得又帅 然后活又聪明 然后之前也拿过冠军 这样的人 你必须对他的要求更高一点 不然对别人不公平 知道这种持续的创作 是非常非常的疲惫的 所以呢 能感觉到大家 其实已经有点 有点被挖空的感觉 就是 他可以更更棒 我期待他 决赛能够更棒 好的 接下来 本场 最后一位演员 徐志胜有请 我这篇刀就是极度痛苦的 我已经一晚上写不出来东西 就是写不出来配得上那个舞台的东西了 我就会很沮丧很想走 但是看到那个海 看到那片山就感觉这个海一直在 海对面那个山也一直在 其实我现在遇到的这些问题 那又怎样了 我还有后边的时间 下一季还会再有投球大会 你就放轻松吧 放轻松去写 把自己能写到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走就走 留就留 写出来的作品才是你真正的东西嘛 比赛的结果不是你在这个舞台上的目的嘛 我就想明白这个事 好像就 挺放松的 好像你如果不给这个行为就显得有点 对吧 肯定今天都试一试 我肯定今天这个时候 比赛哥把这一段试一试 我觉得这事就是每一期 创作的压力摆在他面前 然后他都能顶住的人 既有天赋又努力 反正他站在台上 你就不需要为他担心 你就觉得他一定会晋级 他到底会不会演呀 你跟智盛演出 你总觉得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演出了 就是他指出的那个劲 是他后半生全部的力气 所以很有感染力吧 我觉得 我其实就是不想让喜欢我的人失望 然后再多一个喜欢我的人 就说明我比去年好了那么一点点 比去年好了那么一点点就够了 别让喜欢你的观众失望太久 希望你能很快再回来 我们今天就会被人推荐 我们今天就会让我们下期 我们再一起感染 我们下期 就是专门的 跟着人的 就是你 有没有 就是我们下期 你知道吗 现在还有人在老公的评论下边说 你真勇敢 我都喊不出口 但是最近大家都说 说许致上脱口秀没什么思考 对于这个问题 我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 我发现 我就是不会思考 而且我现在真的是 一般都是睡觉前才思考 不睡觉不思考 一思考就睡不着觉 真的我现在都是得努力睡会儿觉 玩会儿手机 玩会儿手机 再去努力睡会儿觉 我都生气了 我说这怎么睡个觉 还开始摸鱼了 真的 就有时候你在睡觉之前 刷短视频真的很容易焦虑 有时候本身就睡不着 刷着刷着 刷到了古爱玲的视频 说他一天最少要睡十个小时 是真有点急了 说事业没人家成功 怎么睡觉还睡不过人家 真的 越想越沮丧 最后都得硬劝自己 说没事 你想想 古爱玲工作的地方 那可都是下坡路呀 我看上去就不是太会思考的样子 就大学的时候 文语文在那统计节目 问别的同学 同学你会唱歌吗 同学你会跳舞吗 到我这 同学你会演小品吗 演了四年小品 最后毕业晚会的时候 老师很兴奋 跟我说 智圣快来吧 这里有个角色 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去了一看 让我演个太监 我在那里有点抗拒 老师也看出来说 智圣实在不行 你先演演皇上 但是我发现 我在那演皇上的时候 脑子里就老有一个想法 我说旁边这个太监 他到底会不会演呀 因为旁边那个太监 他满脸大胡子 我说这是怎么进的功呀 这是溜进功的吧 一个太监 让他演得声音红亮 眼神轻色 关键还一身正气 我这个皇上在旁边 显得那就一个卑躬屈膝呀 我说你要实在不会演 咱家就教教你 后来我们就换回了 老师可是太开心了 说这一下子就全对了 皇上有了皇上的样子 太监也有了太监该有的样子 我就感觉我之所以 显得卑躬屈膝啊 就是我因为我脱背 脱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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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还为了改变这个习惯 我还想着去练瑜伽 把气质提上去 我发现练瑜伽 最痛苦的都不是练 而是瑜伽老师 让我穿了个瑜伽裤 真的是又黑又紧身 我当时看到地上 我说我穿这个 会不会有些太性感了呀 然后他跟我说 你穿上练 舒服 但是我发现我穿上之后 瑜伽老师看我的目光 一下子就开始闪躲起来了 瑜伽老师整不舒服了 在那里跟我说 说这事 其实不穿瑜伽裤 也可以的 就当时老师的目光 既没办法盯着我的脸看 也没办法盯着我的腿看 当时我就感觉 我这还得去头去尾 可是呀 我这还真是一个 瑜伽男孩 而且上课的时候 第一届课 老师在那里教我站立 我说老师 咱这个课挺贵的 咱就别教这么基础的了吧 老师说行 咱们接下来学呼吸 我都疯了 我说我总看那个表情包 跟上团队 赚钱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我说这个团队 说的是你们团队呀 但是我就发现 这个花钱学的呼吸 跟平常的呼吸 真的不一样 我当时每呼吸一下 都心疼 而且真的 我在那儿练瑜伽的时候 真的特别努力 随着轻柔的音乐 动作越来越吃力 表情越来越正硬 老师说 你这怎么光表情用力呀 你来我这儿练脸来了 真的就和大家练了一节课 老师就跟我说说是至少 可能你不能给大家一起上了 你要单独辅导 跟我说这个人心是向外的 常受外界的干扰 容易紊乱不安 我说没事老师 我可以克服 他说至少 你就是那个外界的干扰 你再穿个瑜伽裤 那是宇宙级别的干扰 但是我发现真的 就是最好的方式 真的不是瑜伽头本 我回家之后 我跟我妈说 我说我靠瑜伽 饺子头本 我妈三秒钟 我正好说 在此了 好了 讲这里 大家 冠军 冠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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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把刚刚想表达的喜爱继续表达一下 冠军 冠军 谢谢 不敢当 真不敢当 绝美冠军 哇塞 太棒了 现在绝美都已经变成了一个贬义丝了 你怎么办 你刚刚徐志胜 徐志胜讲到他穿黑色瑜伽裤的时候 我不光是就是我眼神都闪躲了 我就感觉我光凭想象都不能看 不敢想 这玩意儿怎么能看的 我觉得他在这方面超越了邱瑞 邱瑞是想象 他是根本不敢想 而且你还老往里边想 然后就弄着你去挣扎 请各位 不要想徐志胜穿着黑色的瑜伽裤 但其实在里边了 没有 没有 开玩笑 咱别想 那只剩做一个随便一个瑜伽动作 你会的 有那个动作 呼吸 这个大哥让我呼吸 刚才那瑜伽是为什么呀 就是要 对 就是感觉头背站不直 你看我的老北京话说的 你看 对 果然是老北京 老北京 连你的家乡父老都挑你口音 我觉得刚刚大老师说的特别对 就是邱瑞那种是给你可看到的画面感 你是给大家那种不想看到 但挥之不去的画面感 对 就是有一种魔性视频的感觉 它就是有魔力 真的太有魔力了 而且就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别人也能去说 但是你说出来太好笑了 真的 而且有一件事情 就是一开始说 就是大家很多人喊这个之胜绝美 我之前被人疯狂考古 然后由我的歌迷开始喊苏醒绝美 有一度时间我产生了幻觉 我开始认为我是不是 绝美真的是个不好意思吗 直到他们喊出你绝美 我又醒悟了过来 以后就是绝美双腰 爱你爱你爱你太棒了 爱智盛爱智盛 你是真能蹭啊 你是 那苏醒以后改名叫下醒 是吧 双胶你真行 我的荣幸 我的荣幸 冒判了冒判了 来那个花姐 这回在广志和智盛之间做出抉择了吗 很难抉择 那以后咱们就是抉择双腰 你是不是也干中介的 怎么跟谁都能搭过上 不再夸夸了 他可爱听了其实 你别看他那样 绝美这么词都夸成这样 还还有什么词 也是 对啊 观众员太好了 郑军老师 智商这一块怎么样 他就是说他不会思考 你觉得他段子有思考吗 他很有思考 我也觉得 其实你看那个 思考双腰 没完了 你没完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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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剩这个 就是大于若智 对 是剩这个 其实他一个点 深入地 展得非常漂亮 就是一环接一环的 这个整个紧凑 展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之前也看过 智盛的脱口秀 我觉得今天让我 还真的是没有失望 我觉得说 今天这段子非常好 谢谢 谢谢 而且因为瑜伽 我自己练了 对 十几年 真专业的 十五年吧 所以我告诉你一点 这瑜伽 确实是可以不用穿的 一个瑜伽 不要吓到自己跟别人 首先我觉得 你看徐志盛 就是要忘记 思考的一个过程 因为生活给你 那么多压力 你看他通口秀 那时候就忘记 思考五分钟 是多么美的一眼世界 其实他很有思考 他很松弛 你们觉得吗 就是特别放松 他的那个思考 特别放松状态中 写的状态 其实是很容易 因为他思考完了 然后用他特别 强调的话 让你忘记思考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过程 咱们做东西呢 有一个词叫着痕 如果一个作品 让你看出了 所谓的思考 可能是着痕了 我觉得 也别说别人 我还是我觉得 制胜的东西 是不着痕的 非常好 今天的很厉害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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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五票 因为从现在开始 就要宣布 我们本年度 脱口秀大会 从第十二名开始的 每一位演员是谁了 然后我们把最后一个 晋级的悬念 留到最后 那请制胜 先进入等候区 你为什么不时间过去了 对啊 还要过来干嘛 对啊 你来干嘛来了 不是的 人厉害 真厉害 恭喜你 一千恭喜你 今天表演已经全部结束 让我们从第十二名 开始看齐 好不好 好 第五季脱口秀大会 年度第十二名是 好 肉食动物 一百三十七票 年度第十二名 请来到舞台中央 肉食动物 今年依旧展现出了 天花板级的实力 很多观众 也因为他们 了解慢才 爱上慢才 虽然今年 止步于此 但我们相信 漫漫长路 刚刚开始 恭喜肉食动物 获得年度 第十二名 跟我们聊两句吧 对 其实今天 今年这个节目 就是非常难 就包括了所有的 幕后的这些工作人员 也包括了这些演员 就我们其实在青岛住的 那个酒店还挺好的 就对面就是沙滩 但是我从来没有 听谁说 去过 去过 我们之前还商量说 可能要一起去打个水仗 对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人 就是大家每天在写稿 然后每天都在 就互相这么熬着 然后霍兰他们那边 有一个study group 每天写到凌晨六点 对 而且我觉得工作人员 也很不容易 对 其实我们是站在台上的人 你们是能看到的 但是有更多的人 你们是看不到的 就他们其实 我觉得可能比我们更辛苦 谢谢黄黄 大木 去年因为孩子出生 没有来到总决赛的舞台 是 今年因为一开始的想法 就是希望能够拼心全力 进下总决赛 因为我去年凑过了 今年想要 但是很遗憾 没有去 但也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撞来特别轻松 对 光刚刚说了那么多 我想说的是 我们也不会忘记 我们为什么走上舞台 是因为漫才 就是我们俩喜欢的事 我们俩能够找到 有共同爱好的彼此 然后一起演出 让一部分人喜欢 一部分人欢笑 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 在这个当下 然后我们会继续演 继续写的 再见 我是大沐 我是汪黄 我们是肉食动物 再见 肉食动物 明年再见 这是他们画的吧 这个也太感人了 这种 再见 没有我想象中的难过 说不遗憾都是假的 肯定会有遗憾 因为去年 我没有来成总决赛 所以我们俩哥俩 今天商量的就是 再进一次总决赛 对 差一步 会有一点点惋惜 我个人觉得这一场的文本 什么的 我们也是花了很多心思 你要就是把那个和弦 我就这么说 那个人好无聊 不行 也不行 其实这里面加了很多 我们之前没尝试过的元素 对 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力了 尽力了 我觉得肉食动物 它在全是都是脱口秀的场子里 来去讲漫才 你很难用评判脱口秀的方式 去评判漫才 像脱口秀我们所追求的 观点的表达 价值观的阐述 可能在漫才里面 都不是放在很高的优先级 所以这可能影响了 肉食动物的投票 会有一点遗憾吧 其实 脱口秀大会这两季 基本上也只有肉食动物 一直在一段又一段地 产出漫才作品 我其实是挺敬佩 大木跟晃晃的 因为他们在这个台上 一直以来没有一个对手 肉食某种意义上一直在自己跟过去的自己比 创作总归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苦涩 也苦涩了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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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伏了 看看海吧 看看海 这也太带感了 对啊 爽啊 这一季 就结束的都很梦幻 这一季的结束真的太梦幻了 我觉得跟去年一样 中二的画 败者无需醉言 加油 加油 明天再来吧 朋友们 大家看到的大屏幕上的这句话 还有这个小图呢 都是他们自己画的 因为之前导演组跟我说 他们要求的每一位演员 留下一句自己最想跟观众朋友们说的话 留在这个舞台上 他们说的是广告为招租 很好 喜欢画面没写全 接下来继续 让我们看一下 2022年脱口秀大会第五季 年度第十一名 孟川 第146票 孟川今年 主场作战 毫不松懈越战越勇 凭借超强的文本能力 不断证明着自己的实力 期待川哥在下一季走得更远 恭喜孟川成为年度第十一名 这跟去年的成绩是一样的 还挺满意的 没事 挺好的 今年其实在舞台上 已经演了几场比较爽的了 其实收获还挺大的 然后 今年确实有点太累了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招架了 我孩子天天从视频里边看我 没有 已经不大对劲了 对 回家看看 不大对劲了 然后 若十几年写了广告 我也招租了 那我也打个广告吧 我下半年 我自己的小说应该出来了 对 喜欢看小说的 如果感兴趣 一本篇搞笑题材的小说 反正大家都关注一下 川哥的那个微博啊什么的 到时候肯定会在那上公布的 好 没事挺好的 等会儿那首歌放出来 你们也知道我对山东说什么了 就这样吧 今年在主场已经赢了太多了 挺好的 我都把徐志胜干下去过 在那边呢 可以的 挺好的 其实刚刚肉食动物提到的 Style Group 就是以孟川 智盛和忽然为核心 对我们仨 天天搞到好几点 结果你走了 后来反正已经过去了 没事 两个弟弟 那看着岁数大 也是我弟弟 真的我34了 34了 就是我看好多网友问我 就是变老漫的秘诀 其实秘诀就是不上班 在哪儿 是 天天 是 明天再见 好 拜拜 各位 好 拜拜 各位 中央 冷一定醒了 心不会害怕 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一季最重要的是 我有几场演得特别好 以前我有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就适合干幕后 就别来太前了 会想要不要当个编剧 但是今年其实已经很好了 有几次感觉好像找对了路子了 整体还挺满意的 别人 这是我的马甲线 一旦 这是我的下线 他说我们学校是美国长津藤 我说我们学校还中我爬山虎呢 很伤心川哥走 因为其实说实话 我能站到这儿 是川哥把我带上来的 川哥一直推着我往上走 往前走 我就感觉川哥值得更好的 他今年 我太佩服川哥了 我就觉得他的素材 永远用不完的感觉 川哥的编剧能力太强了 川哥小说一定要读 我是觉得 我一定会看川哥的书的 我要学习一些编剧技巧 其实挺应景的 就11名就是还行 不高不低挺好 作口秀大会 明年再会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看一下 2022年作口秀大会 第五季年度第十名是谁 逗逗159票 让你侥幸 明年不会这么侥幸 让你侥幸 逗逗今年依旧保持独特的表演风格 在线下 稳扎稳打 献上高歌猛进 甚至开拓个个人的心理预域 成为了一名话剧演员 期待下一季可以保持开心 带来更精彩的表演 恭喜逗逗成为年度第十名 感谢大家非常开心可以走到半决赛 我觉得今年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是确实有跟这一帮比较厉害的 透球演员们有更多的交流 也在舞台上更愿意做自己 更撒得开 更放得开 更玩得起来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所以这一届我的收获就是 没有那么想赢 因为我其实之前会一直把这个节目 当成是一次考试 今年我更想把它当成是展演 就是我把我已经有的东西 展现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成长 肯定也会有些瑕疵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 互相筛选的一个过程 然后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 是我会觉得好像喜剧脱口秀 不是大家的刚需 尤其是在那个比较艰难的阶段 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更多的意义 然后在那个期间 我接了这一台话剧 我的外婆她特别喜欢王辱刚老师 然后演完之后 我带她去跟王辱刚老师签名 合照 他们握手 他们那个年代的喜剧就是 这一帮老的滑稽戏演员 支托起来的 我当时就明白了 其实喜剧是有意义的 是每一个时代都有 它需要的喜剧的产品 可能咱们这一代人就是脱口秀 可能之后会衍生出更多不同的产品 但是我很自豪很骄傲 我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所以非常感谢 《脱学大会》第五季 让我更多的找到了自己 谢谢大家 豆豆是一个不撒娇 不说委屈的人 谢谢豆豆 明天再见 拜拜 其实这样子我情理特别平淡 没有往年的那种起伏 也没想自己进击 也没想自己淘汰的事 今天还感谢这个 问你呢 你觉得今天自己表现怎么样 她说挺好挺开心的 她演的挺爽 是我看着也还行啊 没有那么那个什么 打分的话 你可以自己打几分 呀 自信啊 她说十分 我也给她打十分 我觉得挺帅 是她这么想的 我不一样 我还是觉得有一些小的瑕疵 可以更好的来做表现 我觉得豆豆今天已经很好了 就一直在天洋板上 没有下来过 我觉得豆豆是 其实我前面也说了一个事 我觉得脱口秀这个艺术形势 可以给人感觉 就特别的简单 然后也没有人家形势感强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 豆豆这种演员的加入 她把脱口秀这个事 这个行业 变得精致了起来 因为她有很多表演 但是如果她家有楼梯 她可以在上面拍一千 她的每一个措辞都极其精准 而且在台上从来不会讲错 吐字也清楚 形象也好吧 就是把脱口秀这个行业 整体的质感 往上拉了一个档子 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豆豆在这个舞台上的态度 我觉得是特别的超脱的 她演话剧 给自己找新的挑战 她已经摆脱掉了 就是那种我一定要赢的那种 极致那种胜负心 豆豆的技术一定是领先 我们很多人的 然后如果她 会愿意去谈论更多 更向深处走的话题的话 她一定会更厉害 期待看到豆豆下一次进化吧 开心最重要 然后还有蒙恩小北 帮我签的名 非常感谢 这些关照我的同行 老师啊 还有好朋友们 对明年其实不太想 说那么重的话 因为比赛本身 这是一件 在我看来蛮轻松的事情 我连大家都 把它搞得特别的痛苦 在我看来喜剧 你至少快乐要大于痛苦 所以希望明年比今年更快乐一点 更不在乎一点 打板是吧 你打我打 那我来了 那我来了 好 二位一起来到舞台中央吧 还直了还行 还直了还行 其实杨丽跟智盛站在那儿 悬念就不是非常大了 从现场的效果 大家也能感受到 智盛一定会是晋级的那一个 杨丽应该就正在半决赛了 好 恭喜徐正尚192票 全场第二进入总决赛 你也真的很棒 亏不敢的 亏不敢的 太厉害了 厉害厉害厉害 真厉害 我就不给你念那些煽情的了 就直接恭喜了 让我们 恭喜杨丽 获得 2022年度 第九名 我要是说我现在很开心呢 你们肯定也不是很能理解 就是 我终于休息了 我再有这种写稿的日子 我一天也不想过了 你知道他们淘汰的人 每天都在喝酒 杨丽在家天天打游戏 我每次看到我都惧生气 你知道我 我前两天回上海 我碰到了王敏 蒙恩和小北 每个人都是压抑着笑意 说哥回来青岛可别告诉他们 淘汰可太开心了 其实是这样的 参加第五季节目了 每次就老淘汰 到这一季的时候 有时候稿子写不出来 说媳妇淘汰感言吧 发现也写不出来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很简单 我参加这么多季比赛 然后我经常其实演的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我也都会晋级 我就觉得我比赛的运气真的很好 然后所以今天就 大家就 算了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 我觉得我也没什么粉丝 就是观众吧 我觉得大家就不要 不要那个想太多 如果真的跟导演组关系好的 能夺冠的话 我早夺冠了 不要想那些有的那些 然后因为淘汰感言真的很难写 所以有一次我在外面录节目 遇到了老舅 所以我让他给我写了一段rap 真正的表演要开始了今天 你知道我每次上台都带着他 然后有的时候衣服没有兜 我就藏在袜子里 好 有 结束了 然后就吃饭了 放不炸了 可以可以可以 有 这里 这里是阳力 永远阳气 保持强力 给你氧气 我是老天给效果文化的奖励 下一句 后面是我自己写的 我不仅脱口秀讲得特别好 我腿还特别细 我头发特别密 因为是农村的家里还有地 然后 AKA脱口秀推土机和挖掘机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杨丽 我觉得你肯定不只是对一家公司而言是一个奖励了 恭喜你 年度第九名 明年再见 为什么能合唱 为什么没有人阻止我们 可能各位不知道 这首歌是我们 喝完了每次都会听的 这个以彭博 什么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人 尤为喜欢这首歌 不罪不罢不罢不罢 愁情反噬别 我觉得今年是我个人摔速成长的一年 因为我这次写稿的时候 我回看了一下我第二季 当时演的巨冷 然后见过197票 我93票 我那个时候就真是个小孩 也不知道这一切代表啥 一个齐刘海做的那还挺美 我就觉得一切很奇妙 走到现在 你已经在台上 完成了太多转变了 我自己演得很开心 我每次写稿都很痛苦 但我演的时候都很开心 因为从我讲 我爸那个事开始 其实这两年 我一直都想讲一下 我爸去世这个事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真的 从这件事情上 我学到了很多 我觉得我的每一段表演 都还挺好的 就是它是那种 就是你把它放到 那个历史条件里去看得好 就是我回想起来 会觉得我在那个阶段 演了一篇这个稿子 我觉得我挺厉害的 我们因为都是 一起在投球大会 比了很多季的朋友了 就肯定有一部分遗憾吧 因为总决赛的舞台上 少了谁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缺点啥 少了杨丽 大家会尤其觉得 好像少了点什么 我觉得杨丽 真的是已经进化了 他又是要求高 又不想重复自己 又等这些各种风格的试错 转换 我觉得试到这儿 已经真的可以了 就是试得已经很好了 该试的都试出来了 歇歇更好 你人生这段赛程已经走完了 而且结果就是 你就接受嘛 就是你不是冠军嘛 你就接受着忍试 而且人生 就是他的乐趣不在于夺冠 但确实这些对手都很厉害 所以在我 我才会淘汰 在最后 我还想祝福一下 后面的选手 因为我觉得这个舞台 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希望这儿也能实现 你们的动向 谢谢大家 我是杨栗 谢谢大家 我是杨栗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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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杨栗 好的 今年我们的半决赛 到此就结束了 经典 捐善有机 见证快乐升级 让我们来看一下 总决赛 全部进击名单 恭喜这八位 打到这里不容易 既然已经打到这里了 希望各位在总决赛 一帆风顺 感谢所有的演员 感谢四位领像员 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期待大家总决赛的表现 我们下周二 周三再见 拜拜 微信 搜索效果小程序 快乐继续 后面有彩蛋 不要彩开 我觉得这一年的半决赛的 整体质量水平 比去年强 能打到现在的高手 就是能看到那种 整体的竞技水平 非常厉害 我觉得还是 没让我失望 挺棒的 还是有一些 很优秀的 创作者在创作 我知道他们已经很疲惫了 精疲力竭 心力交锤 但是依然能拿出这样水准的作品 我觉得真的应该赞扬一下 既然已经到总决赛了 就再冲一下呗 我看完这个半决赛 我真的有一个感觉 就是韧性好强 这帮人也太顽强了 我觉得新人 就之前还说我是营模 新人个个是营模 我天 有点吓人 现在就是紧张 但是也觉得挺幸运的 就是好好把最后一篇稿子写完就行 努力吧 这一次希望在总决赛上能够给出大家 我觉得就有诚意的作品 我都不管怎么样 反正你算是进总决赛了 进了总决赛 你就尽自己所能 加油 加油吧 加油 黄伯 宽快达 老师您这光是不是太亮了 好的 喜欢猫还是狗 还是喜欢猫 因为猫毕竟不吃火腿肠 人红还是段子红 肯定还是段子红 因为自从我用了贺莲娜绿宝皮肤精华 帮助改上了我的敏感皮肤不泛红 我现在确实不怎么红了 现在够红了吗 现在我真是红包满面 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小会 终于结束了半决赛 你看今天什么感觉 这轮第一个竞技之后 我又有一种士气往上提了一点 还咋生气了这怎么回事 这事我这样 我有一个私人问题 你们觉得我的rap厉害吗 你rap了 你到忽兰哥评价一下 我的rap厉害忽兰 江远航 厉害厉害 叫大名了 AKA江远航 有点单一了 毛豆的rap好我想起来了 听到了一个flow 一个专业的字 flow有点单一 但依然很死格 哈哈哈哈 srapper的有态度 你这个rapper 有态度但是态度不好 哈哈哈哈 轩哥你这小说能出录吗 就是一个推理喜剧 大概有多少字啊 一千五 这么问 你的小说有几分钟啊 哈哈哈哈 里边会有CP吗 你不问问里边有没有太简单 哈哈哈哈 你把你名字给他 哎呀 反正还没印 都可以改 哈哈哈哈 限定约1% 涓山牛 有机4.0克原生乳蛋白 感谢目标成为行业天花版的 新一代金典 涓山有机奶冠名播出 爆梗随嚼随到 嚼出超多欢笑 感谢年轻就要有范的 一达五糖口腔汤 联合赞助播出 早晚一刷一触 帮助口腔修护 感谢让爆梗脱口而出的 云南白药口腔护理品 特约赞助播出 提升肌肤状态 年轻由内到外 感谢让你在舞台展现光彩的 赫莲娜绿宝瓶精华赞助播出 爆梗有技巧 熟店要三好 感谢好用好看好清洁的 三好熟店品牌 华地赞助播出 防脱要趁早 怕脱发就用养元清 感谢让发际线不再退退退的 养元清赞助播出 延迟隐情老化 快乐即刻出发 感谢让隐情持久年轻的 道达尔能源 快持润滑油赞助播出 麦爸派对旅行家 超多模式随心搭 感谢官方指定作家 机甲SUV截图大圣赞助播出 让我们海天作伴 吃得潇潇洒洒 本节目由一勺半掉一碗饭的 海天拌饭酱赞助播出 恭喜台湾 杨洋 徐静盛 胡函 秀瑞 何宝志 毛豆 洪柏南 进入总决赛 欢迎大家来到 科普队大会 第五季总决赛的现场 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抽出 两个小时想看个电影 开屏就给我跳到短视频里了 还没怎么反应过来呢 小帅小美两分钟给我讲完了 小时候有两个梦想 第一就是当宇航员 第二就是当小麦布的老板 因为你上课刚幻想完 什么火星土星金星 谁的引力更大 下课之后就发现 引力四大的还是小麦布 小科学家 小宇航员 全给吸进去了 我们去逛了一个网红大吉 网上有各种博主 发那个大吉的照片 他们真的很会拍 拍波里大吉 用的是麦哈密滤镜 馄饨拍出来都只剩馅了 那皮都被摸没了 我觉得我虽然悲观啊 但他们也只是在傻乐 我朋友说你倒不是傻乐 你这是傻悲 二零二年兔鲁修大会第五季 冠亚军即将诞生 让我们共同见证 请给出最终票数 感谢经典娟山有机奶 独家冠名播出 鲍梗随搅随到 搅出超多欢笑 感谢年轻就要有饭的 一达五汤口香糖 联合赞助播出 早晚一刷一束 帮助口腔修护 感谢让鲍梗脱口而出的 云南白药口香护礼品 特约赞助播出 提升肌肤状态 年轻由内到外 感谢让你在舞台展现光彩的 赫莲娜绿宝平静华 赞助播出 鲍梗有技巧 煮电药三好 感谢好用好看好清洁的 三好厨电品牌 华地赞助播出 防脱药趁早 怕脱发就用养元轻 感谢让发起线 不再退退退的养元轻 赞助播出 延迟引擎老化 快乐即刻出发 感谢让引擎持久年轻的 到达二能源快池润滑油 赞助播出 卖大派对旅行家 超多模式随心搭 感谢指定座驾 逗战机甲 SUV截图大圣赞助播出 让我们海天作伴 吃得潇潇洒洒 本节目由一勺拌掉 一碗饭的海天拌饭酱 赞助播出 新疆番茄是个宝 来碗茄黄错不了 感谢一颗新疆番茄 在里面的茄黄赞助播出 下面是脱口秀新梗了吗 优质二创翻牌 大家可以观看视频 并针对内容进行点评讨论 好像一个女人 她只要没有爱情 她就什么都没有 她人生中所有的苦难 都是由于我说了一句 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普通 却这么自信 给啥 男孩 我后生能力分科就好了 有个男孩就说 你爷爷有后劲 疯头草老高 很多人对我们大妈 有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拍照 喜欢扶着花 到了这个年龄 扶不花扶什么呢 扶老公吗 这个我奶奶 在锅里选排骨一样说 我来那个最烂的 女人你的头发是你第二张脸 你的后背是你的第二张脸 反正女人从上到下 出了第一张脸 成人第二张脸 你要不倒是 那你就谁给练不要脸 这人生就是告诉我 下次也是理会 但是我还是努力 现在就是我人生最好的阶段 我精神自由 不用再和别人怎么看我 那些优秀第二年的人 都有一个叫不上名的吗 但我很羞扬是吧 你们知道了 我叫不经时一直想探索一下一个 很糊涂很中规中许的女孩 她的人生间接在那里 我也觉得我们女性 传让人家永远地说出来 你就不会多多多看 就没有人会觉得也挺好 好 原来这个视频讲得很好 对 还是会起吉利各大的 对 谢谢苏助理啊 谢谢原唱员 希望以后我们突出大会 真的有越来越多的女演员吧 虽然我不会说一句话 牛角说两句 哈哈哈哈 牛角都看激动了 看难了 是希望以后有更多女演员留到最后吧 好 向娘娘看激 好 大家可以来微博脱口秀新梗了吗 活动继续分享你们的二创作品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微博幽默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特别鸣谢内容合作平台 知乎 播客合作平台 小宇宙APP 感谢特约合作媒体 见面新闻 新浪新闻 网易新闻 ZAK新闻 北清网娱乐 千龙网娱乐 粒粒成传媒